世界范围内的塑料污染问题目前已经变得非常严重 塑料从原来的提取到最后的处置都对我们人类的健康构成了威胁 这个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有以下几条 第一个要求禁止限制部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 第四点就是要完善支撑保障的体系 要求建立健全的法规制度和标准 同时完善相关的支持政策